封印爱将林志坚 论文抄袭案持续引爆 林志坚公开送交台大学轮会资料 不到一天马上被抓包 翻开2016年论文草稿 第一章研究缘起 一行红字请志坚自我发挥一下 蓝球泡红难道意思是 剩下的论文通通是别人在写 何必在这个地方特别标注 说请他这一段要自我发挥 照这个文字的语言逻辑 是不是说其他部分都是别人提供 2015年研究大纲封面还被发现 林志坚英文姓氏竟然变成姓王 被网友大酸 搞不好那时林志坚的英文名字 就叫超跑王 被发现怪怪的地方还有这里 林志坚论文档案被质疑 显示今年7月20号才建立 蓝球泡红拿近期修改的档案 到底算什么证据 一提出证据 每一次都被人家抓包有破绽 越描越黑 就发林志坚自清便自爆 林志坚指导教授陈明通 再发2000次声明救援 陈明通说两篇论文会雷同 是因为当初他先修正林志坚论文后 再交给刚换题目的于正皇做参考 声明强化并且证实了 是他把这一份资料交给了于正皇 我是不知情的 于正皇的委任律师则回应 将考虑用司法诉讼方式 解决双方纷争 民进党已经决定要断陈明通的委 求林志坚的声 显然选举对民进党来说 比什么都重要 陈明通现在根本没在管所谓的国家大事 甚至已经成为了林志坚的选举打手 两份几乎雷同的论文 甚至错字通通一样 这场核弹级风暴 意识恐怕还很难落幕 既有黄义俊离选 SNG小组台北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